出自现在HMP平台的第11代索纳塔 它的车身三维尺寸达到了4945 1860 1445毫米 轴距达到了2845 整体车身看起来是非常的低趴 非常的流线 而且你看它的尾部呢 是一个大六倍的设计 那么它这种很低趴的设计 它的车内空间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进来就进到车内来感受一下 以我178的身高实测 我们现在将座椅已经调到最低了 你看头部的空间也就是大概四指 头部空间不算出色 但是呢整个的座舱 这种营造的环抱感是非常好 你看它的前方地面线 基本上在我的鼻梁上方的位置 它的这种三幅式方向盘的造型 也比较简约干列 而且上面的物理按键密密麻麻 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另外你看它这块 这个部分啊 全部都是向驾驶员一侧 稍微做了一些倾斜 包括上面也做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另外呢 它的前排座椅我们量了 大概长度是达到了52公尊 这个在BD车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大腿的支撑做的非常足 来到第二排呢 我们首先量了 它的座椅的这个横向的宽度 也是达到了52公分 表现也是不错的 每种不足 它的头部空间 依然不算特别宽 大概也就是三到四指的肩细 所以如果一米九的人啊 坐进这台车的话 可能要稍微往下搓溜一些 才能够做的比较舒服 那么好在呢 它的腿部空间是非常长的 我们也量了一下 前排座椅是我合适的坐姿 它这个间距是达到了37公分 在盒子宾室里面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准 中间有个地台 但是不算高 间距也够啊 放一双脚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服务手 美中不足 它的后排座椅是不能放倒的 不过呢 好在它的后备箱是足够的 而且它的后备箱开启 非常的简单明亮 不像有些车要摸一摸 抠一抠 点击之后 打开之后 整体的后备箱 纵身是达到了110公分 横向宽度是达到了102 而它的开口高度也达到了56公分 是一个非常宽阔平直的造型 装载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对年轻的家庭用户来说 这台接近5米长的BG车 在纵向空间表现上非常出色 特别是它的座椅宽度 表现非常好 头部空间略有不足 后备箱空间非常大 所以空间的实用性上 这台车 我觉得是可以给一个高分的